新聞一開始我們來關心 國民黨的英國主席 郭佩祥有保障在 在將會保障中宮的總書記 習近平記憶 郭佩祥是再一次強調 國民黨是堅持求義強勢 還會反對台灣獨立立場 也剛才提出一個中國的結構 會用這個中宮在十八台裡面 拿出來的一個中國這個訴求 不過這地方 在這年五十歲 也有接觸到兩派 要來頂開政治對話 郭佩祥說可以用民間先開始說 中共中央將繼續實行既定的大軍方言 致力於恐怖深化 免疫關係和平發展 郭佩祥是總結兩岸 過去60年的經驗表示 兩岸一定有成就地匯 讓炮火最重要的一支 永遠不再回來 只要上風電氣閉門回去 只說就是兩點鐘 郭佩祥中心國民黨堅持求義強勢 跟反對台獨立場 當然談到政治的負信的問題 我們在會上強調 堅持交易共識與反對態度的政治負信 國民黨也透過新聞稿表示 郭佩祥向對話傳達了七項主張 其中修道提出一個中國架構 郭佩祥強調 兩岸各自的法律 體制都主張一個中國關注 都用中國架構來定義兩岸關係 理會國和國的關係 你多久也有關心 郭佩祥是不是說到兩岸政治 對話記者 馬主席說民間的先談 有些敏感的問題 還不具備政府跟政府來會談的條件 但是民間要談 我從來沒有受到限制 郭佩祥以國民黨命義 向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提出七項主張 應修道提出 一個中國架構 會應中間二十八大提出的 一個中國框架訴求 已經過國民黨參加會議人數轉達 習近平對國民黨這樣表述 因為對今後兩岸關係 繼續發展很有幫助 記者綜合報道 為替我 教導 教導 谢谢大家